台风山竹,大脚距上洗地盘踏天城,压向旧楼天台,40人疏散。 飓风山竹洗港,大脚距发生天城倒塌事件。 今午近12时,大脚距大脚距到247号上洗住宅地盘顶层天城底守住墙风吹洗倒塌,目击者将过程设下并高呼,走呀。 不久后,天秤压向旁边大脚距到241-243号旧楼天台,有40名居民要疏散。 照市的天秤倒塌后,压在皮林的唐楼天台位置。 天秤压皮林唐楼天台 现场可见,照市的天秤倒塌后,压在皮林的唐楼天台位置。 住在六楼其中一个汤房单位的陈先生表示,始发时约中午12时,他与家人在住所准备用膳,期间他听到一声巨响,以为自己住所的天花波落。 住客陈先生,邻居汤房单位被打中。 其后,陈发现是邻居的汤房单位被打中,该单位是两母女居住,事后没有人受伤。 由于担心大厦的结构安全,消防及警方事后疏散堂楼约40人,包括21男巴女及一名手抱女婴儿。 警方表示,其中30名住客入住社区中心,余下10人自行到安全地方赞助。 警方已通知相关部门检查该大厦的结构。 工程师,不排除大厦有损及裂缝。 理工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退休副教授熊勇达表示,事发时冲力相当大,不排除大厦有损及裂缝,需交流楼宇结构工程师检查,才能确认楼宇是否有潜在的结构问题。 根据资料,上席数单壮士住宅,共有76伙,食用链级介乎158至193方式。 至于被押中的唐楼为大小举到241至243号,至今约61年楼零。